亲爱的同学们 老师们 八月的清华云 何季 绿 城池 新秋 水满池 今天 我们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 通过信上信下的接获的方式 举行一场特别的研究生开学顶礼 由于疫情原因 部分同学不能来到校园参加顶礼 但无论身在何处 你们同步开启了人生的新拼章 我代表秦校师生员工 向九千多名2020级研究生新同学 表示热烈的欢迎 2020年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 星光飞行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 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全国人民共克十军 众志成城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世界各国人民勇敢勤行 风雨同舟 展现了人精大爱 同学们 在灾疫面前 你们经受住了考验 确立了人生努力的新方向 同时 你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口贵 社会的温暖 并用实际行动 群世了清零的责任担担 你们中的黄一阳同学 用镜头记录了武汉普通市民 疫情期间的生活和基层的 探议行动 在长达175小时的影像资料中 他记录了将自己的酒店 作为隔离点 并亲自担起 接待维修和保洁任务的 普通经营者疲惫的生意 记录了从荆州赶到武汉 承担医务服务工作的 致运者精益的目光 还记录了武汉解除封城后 又能在室外晒太阳的 老人们领赛久违的笑容 这些动人的评断 驱散了黄一阳心中的阴霾 让他获得了治愈的力量 你们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陆内同学 他把在大学任教的数月工资 军性出来用于疫情防控 他还积极为那些生活困难的人 目击消毒用品 帮助邻里老人购买食品 陆内认为 这场群球危机 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生命客 让他懂得了人与人的命运 息息息相关 也帮助他更深刻的理解了 这样一句话的含义 I am Because we are We are Because I am 同学们 同学们 我相信 因为疫情 你们对生命的意义 有了更加深确的体悟 无论处于何种境况 经历怎样的悲欢 生命都值得 亲近群力去珍惜 去光怀 去守护 中文里人质的结构 就是相互支撑 人类正是在患难与共 手腕相处中 走出蒙昧 走向文明 同学们 疫情让很多深处困境的人 更加无助 让他们本就精心的生活 更加难以为继 为招奉不幸的人 抱以同情 是人性中的可贵品质 对遇到困难的人 施以援手 体现了一个人的责任担担 四川梁山 开不落村 驻村书记 木尔谷 在疫情期间 走遍了村里189户人家 他一边勋奖疫情防控之时 一边摸牌村民就业和生活情况 帮助五名贫困村民 在本地就业 并庆翻百计 为130余名村民 明晰到外出务功的机会 木尔谷用自己的真挚情感 和实际行动 来报答养育他的大梁山区 对于在温饱性下 挣扎的人们来说 摆脱贫困 是实现美好生活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追求美好生活 是永恒的组织 是永远的进行式 从2012年到2019年底 中国连续七年 每年仅凭一千万人以上 实际上 1978年之后 已有八亿多中国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施金云 民意老子 弃口小看 安宁富足 以民为本 历经图字的小看社会 体现了中华民族 对生命意义 生活真谛的理解和追求 今天 延续清百年的小看梦想 即将在中华大地 变成信实 读懂生命意义 需要涵养光耳他人 心灵参生的情怀 周易有言 天地之大德 月生 天地之今最可宝贵的 就是生命 生命无价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 都只有一次 每个人都要经历 生老病死 悲欢离口的生命历程 在这个意义上讲 人人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要珍惜 自己的生命 也必须善待 尊重他人的生命 孟子曰 彻影之心 人之端影 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关爱他人 心灵参生的情怀 是人类形成社会 发展文明的基石 英国著名学者 罗素 心怀 对人类苦难 不可遏制的 同情心 一生为世界和平 奔走 孤豪 1955年 83岁的罗素 发布了 由他起草 并获得爱因斯坦 等著名科学家 签名支持的 罗素 爱因斯坦 新营 危机和困惡 往往会引发 人们对生命意义的 更多思考 并提醒人们 善终为 我们每一个人而民 那些 孤寂时的问候 苦难中的云首 寒夜里的灯火 让生命得到慰藉 使人今充满真情 构筑美好社会 需要经守公平正义的价值 需要摒持 关怀弱者的立场 女士春秋有言 致天下眼 立心功 功者天下平衣 公平正义 是社会的首要价值 因为到每个人 都具有 自有平等的群力 但在信誓中 总有一些人 处于社会中 相对不利的地位 难以实现 自身发展 这往往 不是个人的过程 而是多重社会因素 相互作用形成的 促进经济繁荣 创造丰厚财富 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应有目标 崇尚公平正义 建设温暖人精 更应该是文明进步的根本表现 美好的社会 不应出现 可灵身上 一正当 心忧探尽 运停航的 凄凉景象 而因充分关注 和保障弱者的群义 祝管煞 清完经 使天下函事 巨欢迎 美好的社会 应该让每个人 都能分享发展成果 都能享有人生 出产 梦想 成真的机会 成就人生理想 需要经济 天下的志向 需要有功行不错的作为 人生理想 是对物质生活 或精神生活的 美好追求 是对所有 要达到的 生命境界的 美好期望 每个人的理想 都需要得到 尊重和鼓励 但是 不同的理想 体现了不同的人生 追求 或人生境界 立志而胜 则胜矣 立志而行 则行矣 对那些立志奉行社会 服务大众的人来说 心知所向 必以天下为心 首届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子 杂江水稻 营究的开创者 袁隆平 是新中国培养的 第一代农学专业大学生 1960年里 30岁的 云隆平 经历了 缺吃少穿的苦难 下决心 解决粮食 增长问题 不让老百姓 挨握 他致力于 杂交水稻技术的 研究 应用 与推广 适使年 如一日 手腕在 亭津地统 进行他心中最美的 河下成凉梦 和杂交水稻 覆盖 群穷梦 成就理想 绝不能坐而轮道 也不能脚步沾离 必须扶下身子 沉下心去 在长期的摸爬滚打中 历历成长 成就理想 绝不是朝夕之功 也不会一番风吹 必须日记 毁步 功行不错 行之苟有横 久久 自芬芳 同学们 古人崇尚 为天地利心 为生灵利命 为万圣 既绝学 为万事 开太平 的精神追求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你们要永保 心灵 苍生的情怀 经手 公平 正义的 价值 确立 经济 倾向的事项 给生命 以温暖 为理想 而 攻行 清 代表 纯洁 安详的 生命 品格 华 代表 茂盛 希望的 生命状态 秋日的清华云 充满 渲浪的 生命赛产 我相信 美丽的清华云 会因你们 而更加精彩 你们的青春 足迹 也一定 将为 清华云 所铭记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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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